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长征中 我们台铁员工发动了依法休假 然后游览车司机员在发生那个碟电化的意外事故之后 司机员的过劳问题才被社会大众有重视 台北捷运之前也发生司机员猝死的意外 那这些共同的都是我们交通运输业的一个过劳的问题 所以大家今天才会集结在这边来到交通部前面 人力要补足 休假要完成 我们要告诉资本家 要告诉国家 台湾必须告别长工时的过劳时代 人力要补足 休假要完成 休假要完成 人力要补足 休假要完成 休假要完成 这一场罢工带来的是提升了所有运输业 所有劳工的劳工意识 网航资方政府 说要改革 全部都跳票了 一年之后 网航空服员 长荣空服员 台铁 北捷 台湾科运 所有交通运输业底下的劳工今天站在这里 我们不为什么 我们要争取的是休息时间 那时候对我们台铁来说很感慨就是 高铁企业工会站了出来 去申诉他们变形工时的不合理 去追讨加班费 接着华航站了出来 发起了罢工行动 我们台铁这时候才开始想起来 为什么我们30年以来的轮班制度 为什么到2017年还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的轮班制度是日夜休日夜休 全年无休 做12个小时修24个小时 我们看到其他的运输业站出来之后 我们才终于觉得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忍下去了 所以华航的这场罢工行动 真的是改变台湾供应业一个很大的关键 主要就是诉求改善颁表 补足人力 可是到现在 台铁局一直都没有跟产业工会 进行一个实质的协商 却对外谎称说已经进行了 20次的协商的一个过程 没关系嘛 如果机上组员觉得累了 可以喝咖啡提升嘛 好我们就把咖啡计交给空服员 一边把这个 我们的空服员在陈琴的时候 部长准讲一些干话 完全不管我们组员的心声 那再来是我们的台铁员工要来陈琴 台铁员工夜班有3到5个小时都在睡觉 怎么换类呢 春节运输本来就是台铁人的天职 怎么可以依法休假呢 可恶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台铁员工在陈琴的时候 部长一样在讲干话 手握方向盘跟轮子在滚动的时间才算公时啊 你们修你们都是在休息时间 而且休息还优于脑机吧 叫什么叫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员工在陈琴的时候 部长只会讲一些干话 完全不管我们京城员工的血汗 大家喊一下口号 交通部末世过劳 交通部末世过劳 打压抗争 末世过劳 打压抗争 这边想要告诉社会大众 你平常生活 你平常生活所需 你搭乘的捷运 你搭乘的铁路 运输工具 还有你出国旅行 所搭乘的飞机 这些东西都需要高度专注的专业人员 不仅是机师还有空服人员 除了提供机舱服务给你们 我们还受训的时候被告知 在紧急事故逃生的时候90秒 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乘客疏散 那么我想请问 如果休息时间不足的空服人员 与机事人员 与这些捷运的司机 台铁的司机们 我们休息时间都不足了 我们如何因应在紧急事故 发生的时候协助大众逃生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责任是所有社会大众的 大家绝对不能忽略 休息时间不足的问题 那今天政府不仅默示 在长荣航空超时工作的问题 跟华航一样甚至更加的严重 我们有许多的航班 台北东京台北北京 还有台北到柬埔寨 来回的打工时间 在没有异常状况的时候 就是11个多小时 当有异常状况发生的时候 动达13 14 15个小时 这样子高时数的工作时间 让机组人员不仅过劳 而且非常的疲惫 隔天他们甚至还可以再继续 飞一个晚上出发的岳阳航班 所以可想和之 这样子的工作颁表形态 真的是非常的可恶 在我右手边 我的同事手上拿了一个方向盘 为什么他要拿一个方向盘 因为曾经有一位官 他说我们的薪水 只有握着方向盘才算 甚至还有企业 他说我们必须要轮值赚 才有薪水 我很奇怪 我们是不是三太子 今天在法律上有规定 从我们家出门 一直到下班 从出门的那一刻 我们就是在上班 为什么我们班里班之间 你不去考量交通时期的情况 休息时间本来就已经不足 结果 当我们休息可能吃个饭 或者上个洗手间 我们的工资就这样子没了 所以 是不是我们以后 真的该像我们这位同事一样 手上绑个方向 爬去上个厕所 我才有工资可以拿 我们常常细着笑着说 早上我出门 全家都在睡 等我回到家 全家还在睡 到底是他们还没醒 还是我还没睡 我们很辛苦 我们这个辛苦 是用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血汗去拼出来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我们用生命去争取来的 为什么现在有些吃 有些资本家 你们今天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在计算这些心智的时候 你宁愿去空我们那一分一毫 而不去考虑 我们是用生命换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简单的图 我们每天的一个上班时间 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能会有三到四趟的一个任务 甚至到五趟六趟都有 在这样子的一个正常上班时间 是八小时 那可能会有到需要加班的时候 那从104年 104年开始 公司就是不断的透过一些方法 片面的更改 上班时间 报道时间 然后透过减少 每天上班的司机人数 减少任务卡数 然后透过增加 每一家工作任务卡的工作强度 工时比 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内容 浓缩再浓缩 然后达到减少公司人事支出 提升绩效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司机员的工作呢 跟我们大家一般想象 在路上开车是不一样的 它是牵涉到非常多的一个复杂的作业流程 每一个流程都不能有miss 有miss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整条路线的影运 可能影响到旅客的安全 我们司机员就是站在第一线 对啊 为什么我们交通部的长官 不愿意到前面来呢 有个问题有这么难吗 长官要再过来一点 来长官请过来一点 请过来啊 我们大家都踩在这个血水之中 交通部的官员没有特权啦 这就是交通部底下劳工的现况 这边不敢站住 来长官你看一下喔 长官过来没关系 你总得看看吧 总得看看吧 对 两位长官我们都认识 是可以处理这件问题的人吗 是可以的吗 台铁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人力不足有没有解决 三年三千人够吗 今年录取人数多少 征聘了多少够吗 新颁表能够实施吗 什么你不回答吗 这个我们会努力去 努力啊 那我请问有没有跟台铁公会协商 有没有 有没有跟台铁公会协商 那你们说什么协商二十四跟谁 联工的诉求 我们台铁都知道 那这部分 人力勤真的部分 今天故意 可以正在督导我们 海经济办 好 谢谢 那我们请交通部的官员 帮我们收下这个病例表 我们以前都是成情书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状况更糟糕 就是应该要病例表才能够显示 我们交通部底下这些事业单位 有多么的可怜 以至于超时工作 好 好